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限合伙企业的规定 那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其实从实务当中来看 这个持股平台的搭建 最为常见的一个企业类型 其实就是有限合伙企业 所以说这块从咱们综合阶段的考察来看 往往命题老师在设置到相应一个题目的时候 他最喜欢考察的也是有限合伙企业 所以这块请大家务必要严防死守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一个设立 那我们有限合伙企业 它是由两个以上50个以下的合伙人来进行设立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也就是对于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对于它设立时的合伙人数量 是有一个上下线的要求的 如果明天老师跟你说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比如说它是有200个合伙人设立 那你注意这个表述就是错的 因此请大家一定牢牢地记住人数上的要求 另外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对于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 我们应该各自至少具备一个 如果说咱们这时候没有普通合伙人了 仅剩下有限合伙人 这时候我们是应当解散 如果说我们没有有限合伙人 只剩下普通合伙人 这时候需要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换言之如果说我们想正常的保持着一个有限合伙企业的状态 那就意味着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 各自应该至少具备一个 好 接下来再看出资 出资的话 这块最喜欢考察的就是 对于有限合伙人 我们是不得以劳务来进行出资的 好 那在这块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你说其实现实生活中 很多这种投资为主营业务的一个企业 之所以去选择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那往往谁是我们的有限合伙人 是不是这些掏钱出来做投资的有钱人 他们往往是喜欢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人的角色 因为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 我最好的一个地方 是我以自己认缴的出资为限 承担一个有限责任 比如说我认缴十万块钱出来做投资 那我将来最多最多 就承担我投资的这十万块钱的一个责任 最多就是亏光拉倒 不至于会影响到我名下的一些其他的房子和车子 所以说这个时候 往往这些有钱人 他喜欢去成为一个有限合伙人的角色 而那个普通合伙人 往往就是一个投资人 他拿了这些有钱人的钱 帮助大家出去去做投资 那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的一个角色 他往往是一个普通合伙人 那这块之所以把他放为一个普通合伙人 主要是因为 这些有限合伙人把钱交给他不太放心 怕他乱去做投资 这时候一致同意让他来做一个普通合伙人 因为普通合伙人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 承担一个无限连带责任 那这时候你这个投资经理 你乱去做投资 这时候给合伙企业造成的债务 你自己是要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上的划分 我们大家终于成为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大家同坐一条船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才会彼此信任 这块大家都比较放心 所以对于这个有限合伙人而言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出钱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人 您是不能够以劳务来进行出资的 反而是这个普通合伙人 帮大家来去做投资 那这时候如果他说他没有钱 那这时候普通合伙人是可以以劳务来进行出资的 好那在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欠缴出资的问题 那对于我们有限合伙人 你就应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 按期足额的去缴纳出资 那就是我说的那句话 对于有限合伙人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掏钱 因此如果你没有按期足额去缴纳出资 那这块有两个后果 首先第一 对于合伙企业 我们要承担一个补缴的义务 第二呢 我们还要对其他的合伙人 去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合伙人和合伙人之间 大家可是签署了一个文件 叫做合伙协议 因此呢 如果你没有按期足额的缴纳出资 这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违约的行为 因此你除了要向企业 去承担补缴义务外 还要向其他合伙人 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那请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另外呢 就是对于我们 有限合伙企业的登记事项中 也要去载明 说有限合伙人的姓名 名称 以及咱们认缴的一个出资数额 好那接下来 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在名称中 要开宗名义的表明自己 是一个有限合伙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有限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 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这块呢 它必须是由普通合伙人 来执行合伙事务的 那在这块呢 我前面给大家分析过了 因为呢 普通合伙人 将来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 承担一个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说这块 往往是普通合伙人 来执行合伙事务 那在这里边呢 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人 我们对他的要求是 不执行 不代表 也就是不执行合伙事务 对外呢 也不能够去代表合伙企业 好那在这里 我们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我可以在合伙协议中呢 去确定 我们执行事务的一个报酬 以及报酬的一个提取方式 那前面说过了 这个普通合伙人 往往就是这个投资经理 他说白了就是这些 给有限合伙人 去打工的一个打工人 那既然别人是个打工人 我可不可以在合伙协议中 明确我执行事务的一个报酬 以及呢 报酬的提取方式 这块呢 是完全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通常来讲 如果说呢 咱们真的成立的是一种 以投资为主业的一个 有限合伙企业的话 正常来讲呢 他的这个报酬 其实取决于两方面 一方面呢 就是他的一个管理费 一般来讲呢 是自己所管理的这个资产 大概是1.5%到2%左右的一个水平 这个呢 是按年度来集体的一个管理费 另外呢 就是他的一个绩效奖金 就是如果说 咱们去给这些客户做投资 那这块呢 基本上要提出收益的20%左右 作为他的一个绩效奖金 这个呢 其实你都是可以明确的 在合伙协议中来进行约定的 所以这里边呢 就给大家强调一下 说普通合伙人 我们呢 去执行合伙事务 一定要在合伙协议中明确 我们执行事务的报酬 以及呢 报酬的提取方式 其实实践中 大概就是2和20% 这样两个比例 一个是你每年 这个汉劳宝收的一个管理费 根据你所管理的一个规模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一个绩效奖金 大概是20%左右 这个呢 只是行业中的一个平均水平 具体还是要看约定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呢 最基本的觉悟 就是不执行 不代表 也就是作为有限合伙人 我们呢 不执行合伙事务 对外呢 也不能够去代表 有限合伙企业 好 那在这块呢 也是命题老师 非常高频的一个点 命题老师呢 往往他就通过 各种各样的一个文字描绘 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有限合伙人 他又去执行合伙事务了 或者说呢 对外去代表 有限合伙企业了 那你注意 这个点是不可以的 对于有限合伙人 我们就是不执行 不代表 好 那如果说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人 未经授权 你就以我们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 和他人进行交易 如果说呢 给我们的有限合伙企业 或者是其他合伙人 造成损失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有限合伙人 你自己肯定是要去承担一个 赔偿责任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关于有限合伙人 表现代表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这时候 咱们这个有限合伙人 你不老老实实的跟家呆着 你每天呢 跑到社会上去招摇撞骗 非要说自己是一个 普通合伙人的身份 那在这时候 如果说 我们的第三人 有理由相信 说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人 您是一个普通合伙人 也就是你真把他给骗了 那这时候呢 他还基于这种信任 和您进行了交易 那这时候呢 这个有限合伙人 对该笔交易 就要承担 和普通合伙人 同样的责任 什么样的责任 就是对于该笔交易 所产生的债务 你有可能将来 是要去承担一个 无限连带责任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有限合伙人的 一个表现代表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 我们是不是为 执行合伙事务的 那我们前边呢 和大家说过了 对于有限合伙人 我们是不执行 不代表 但是这些事项 它不是为执行合伙事务 那换句话说 这些事情 作为有限合伙人 我们可不可以做 我们是可以做的 这个呢 也是考试的时候 命题老师特别喜欢考到的点 他往往可能就会说 我们在合伙协议中 进行了哪些约定 那有哪些事 是有限合伙人可以做的 哪些事呢 是有限合伙人不可以做的 那在这里边 大家一定 把这块 一定是牢牢的记住 好 那在这块呢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的审题 你要严格的符合法条 比如说我们这块 谈到的第一点 它叫做参与决定 普通合伙人的入伙和退伙 那普通合伙人 其实就是咱们的一个投资经理 那这块对于这个投资经理 说入伙和退伙这件事 我们有限合伙人 是自己独自决定吗 你注意不是您独自决定 我们只是参与决定 人家法条说的很清楚 好 第二 对于那企业的金融管理 我们去提出一些建议 这个事情你是可以做的 好 那第三 我们是参与选择承办 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 会计师事务所 那这块是不是说 我们有限合伙人 自己就可以选择了 人家没有这么说 人家法条说的是 您只能参与选择 您只是参与到选择中来 这块并不是说 您可以独自的来进行选择 好 那第四 我们说的也是获取经审计的 有限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呢 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 我们可以去查阅 我们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 等财务资料 好 那接下来第六 当我们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 受到侵害的时候 我们呢 向有责任的合伙人去主张权利 或者是提起诉讼 那在这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 是谁的利益受到侵害 是我们有限合伙人个人 我们呢 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 受到损害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谁损害了你的利益 你当然可以向谁去主张权利 并且提起诉讼 好 那第七 我们谈到的是 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不作为 他待遇行使权利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敦促起行使权利 或者呢 为了本企业的一个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去提起一个诉讼 好 那另外呢 第八 就是呢 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那请大家特别看清楚 说到底是谁给谁提供担保 我们这里面谈到的是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人 为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去提供担保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块等不等于说 我们有限合伙企业 对外为他人提供担保 你注意这个两者是不同的 一个是有限合伙人 为有限合伙企业提供担保 一个是我们有限合伙企业 对外提供担保 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做的是 有限合伙人 可以为有限合伙企业 去提供担保 那这块呢 也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这个呢 都是之前历年真题中呢 它涉及到过的一个点 其实你就能够看到 在我们综合阶段 命题老师呢 在这些点上 他的考察其实是非常细腻的 对大家记忆的精准度的要求 也是非常高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有限合伙人手里边 财产份额的问题 那首先呢 就是对内转让 对内转让的话 我们呢 对于有限合伙人这块 并没有做出一些特殊的规定 因此呢 它其实就是同 普通合伙人的规定 也就是原则上 我们可以对内去转让全部 或者是部分的财产份额 但是呢 应该提前通知一下 其他合伙人 好 接下来再看对外转让 对外转让 我们法条说的也很清楚 它说的是 有限合伙人 我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一个约定 向合伙人以外的人 去转让 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但是呢 我应该提前30日 去通知一下 其他合伙人 好 那在这里 大家想一下 我可不可以在合伙协议中 进行一个约定 说如果有限合伙人 向对外去转让财产份额 这时候呢 我也需要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或者是其他合伙人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可不可以 这块你注意 是可以做出这样的约定的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我们这块说的是 你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 但是这块呢 要提前30日通知 当然我们既然是可以做出 这样的一个约定 我完全可以去约定一些其他的 更为严格的条件 这块呢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点呢 其实之前的历年真题 也是考到过的 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出来 其实呢 在合伙企业法这块 我说实话 综合阶段的考察 是比专业阶段 要难上非常多的 它的考察 其实是非常灵活的 而且它的一个设计面 是非常广的 从设立 一直到最后的解散和清算 它是全过程的来进行考察的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关于有限合伙人手里边 财产份额出置的问题 那这个出置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呢 是原则上允许 也就是除非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 否则的话呢 有限合伙人 我们是可以将其呢 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进行出置 换句话说 除非我们合伙协议中 有禁止 或者是限制性的一个规定 否则的话 原则上 我们就是可以 将这个财产份额进行出置 好 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在这呢 我也给大家去对比了一下 关于呢 普通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和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一个问题 那关于财产份额 我们主要关注的 其实呢 仍然是对内转让 对外转让 和出置这样的三件事 首先来看对内转让 对内转让的话 普通合伙人 和有限合伙人是一致的 我们就是可以 去进行一个转让 但是呢 应该要通知一下 其他合伙人 好 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 对外转让 对外转让的话 如果是普通合伙人 财产份额对外转让 我们的结论呢 是说 除非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 否则呢 需要经过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而如果是 有限合伙人这块 我们呢 是可以 按照合伙协议的一个约定 但是呢 要提前30日通知 好 那在这两种情况呢 对外转让 我们呢 其实其他合伙人 都享有 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 好 那最后再来看一下 出置这个问题 如果是普通合伙人 财产份额出置 这个点很特殊 它是必须 以致同意 不得另有约定 而如果是 有限合伙人 财产份额的出置 我们是原则上 可以 那请大家呢 记住这些结论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呢 是有限合伙人 个人债务的一个清偿 那这块呢 仍然是我们之前的 那个结论 也就是两个不得 两个可以 两个不得指的是 不得抵消 不得代位 两个可以指的是 可以以收益 勇于清朝 可以呢 请求人民法院的 强制执行 这块最大的一个区别 是在于说 当人民法院 去做强制执行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去通知一下 全体合伙人 同等条件之下 其他合伙人呢 有优先购买权 后边呢 就没有说了 换句话说 如果说 其他的合伙人 你不去优先购买 那在这时候 我们可能就需要去 对外转让了 这块呢 就不存在说一个 人和属性保护的问题 这个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但是呢 这个个人债务清朝 两个不得 两个可以 这块和普通合伙人 那块呢 是完全一致的 好 接下来再看 有限合伙人的 忠实义务 好 那这个忠实义务 在有限合伙人这 其实呢 是放得很宽的 也就是 不管是自我交易的问题 还是敬业的问题 我们都是原则上允许 也就是 除非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 否则的话 默认 都是可以去做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 去敬业 可以去自我交易 那请大家呢 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给大家 做一下对比 那如果咱们是一个 普通合伙人 那你记住 敬业它是绝对的禁止 而自我交易呢 是相对禁止 之所以叫做相对 也就是除非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 或者是经全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 这时候我们是 可以做自我交易 否则的话 原则上不可以做 但是呢 如果咱们是这个 有限合伙人的话 那不管是这个敬业 也就是自营 或者与他人合作经营 与本有限合伙企业 相竞争的业务 又或者是呢 来进行一个自我交易 这块的话 都是原则上可以 也就是除非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 否则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去进行敬业 或者呢 可以来进行自我交易的 请大家一定注意一下 这个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 一个损益分配的问题 这块呢 原则上 它其实和普通合伙企业 也是一样的 但是只有一个问题 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规定 也就是呢 我们有限合伙企业 原则上 不得呢 将全部的利润 分配给部分的合伙人 但是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除外 这说的是啥意思 我建议大家 反向来进行计议 所谓反向计议的方法 就是说 我呢 建议大家继承说 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我可以通过 合伙协议约定的方式 实现 将全部的利润 分配给部分的合伙人 这个是合法有效的 好 那在这里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其他的点呢 其实我们和普通合伙企业 是一致的 简单的带着大家呢 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如果咱们是一个 普通合伙企业 那这里边呢 在利润分配上 我们是不得将 全部的利润 分配给部分合伙人的 但如果咱们是一个 有限合伙企业 我可以呢 通过合伙协议 约定的方式实现 说将全部的企业利润 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这个呢 是一个有效的约定 好 另外就是亏损承担 亏损承担的话 两边呢 是完全一样的 不管咱们是普通合伙企业 还是有限合伙企业 这块 它都是不能 由部分合伙人 去承担全部的一个亏损的 好 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这个点呢 其实从考试角度来说 也是非常喜欢 去考到的一个点 希望大家呢 重中之重的 来进行盯防 好 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入伙 退伙 继承 和身份转换的问题 首先先来看一下 入伙 那这时候 如果是新入伙的一个 有限合伙人 那我们呢 对于入伙前 合伙企业的一个债务 我们呢 是以自己 任脚的出资额为限 去承担责任 你注意这块 应该是任脚 而不能是实脚 好 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退伙 退伙这块呢 主要的区别是在于说 有限合伙人 当然退伙的情形 那这块呢 是两死一钱一资格 你会发现 和普通合伙人 当然退伙的情形 完全一样 但是少了一个谁 少了一个个人丧失 偿债能力 好 除了这个点之外 其他呢 完全都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再看 说有限合伙人 如果我丧失了 民事行为能力 那其实呢 本身对于一个 有限合伙人来说 那其实呢 我们对于他的 民事行为能力 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欠缺 民事行为能力 你仍然可以成为 一个有限合伙人 因此呢 作为一个自然人 如果说你在 有限合伙企业 存续期间 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这块呢 我们其他的合伙人 不得因此 要求你来退伙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退伙 它的法律后果 那么有限合伙人 退伙之后 对基于其退伙前原因 发生的 合伙企业的一个债务 我们呢 是以其退伙时 从有限合伙企业中 取回的财产为限 我们来承担责任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有限责任的问题 那这块呢 如果你是入伙 我们是以任缴的 出资额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 但如果是退伙的话 我们是退伙时 从有限合伙企业中 取回的财产为限 来承担责任 好 那接下来再看继承 那如果是一个 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 死亡 被依法宣告死亡 或者说呢 是法人 或者是其他组织终止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继承人 或者权力承受人 是可以呢 正常的来取得 我们在有限合伙企业中 的一个资格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合伙人的资格 它正常情况下 都是可以来进行继承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身份性质的一个 转变的问题 这个点呢 也是命题老师 非常喜欢去考到的一个点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 关于这个身份性质 转变它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决议的一个程序呢 是说除非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外 否则呢 我们是需要经过 全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的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是普通合伙人 转为有限合伙人 还是有限合伙人 转为普通合伙人 这块呢 原则上 需要经过全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 当然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除外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转变之后的 一个法律后果 法律后果这块呢 大家首先呢 你还是要理解 但是呢 在考试的时候 向大家直接去记 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我们的结论呢 就是转换之前 无限连带 转变之后 看身份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是普通合伙人 转有限合伙人 还是有限合伙人 转普通合伙人 你在转变之前 通通承担着 无限连带责任 那在转变之后呢 看您的身份 如果你是普通合伙人 你就是无限连带责任 如果你是有限合伙人 就承担一个有限责任 好 那在这块呢 把这个结论 先给大家交代清楚 然后呢 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说咱们如何呢 来理解这个问题 好 首先先来看 如果说呢 咱们本身 你是一个有限合伙人 然后某一天呢 你转为了一个普通合伙人 好 这时候呢 大家可能单独去想这个点 你觉得不是很好想 这时候呢 我们来想 说如果在同样的这个时间点 又有一个路人甲 它是以呢 入伙的形式来入伙 成为了一个普通合伙人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路人甲 对于他入伙前 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 需不需要承担一个 无限连带责任 那你注意甲同学 他是一个普通合伙人的身份 来入伙的 那因此呢 对于他入伙前 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 他是需要承担一个 无限连带责任的 好 那这时候你就有对比了 说一个路人甲 他尚且呢 需要去承担一个 无限连带责任 那这块 好歹您之前 还是一个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呢 因此呢 对于你作为 有限合伙人期间 我们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 你需不需要承担 一个无限连带责任 注意 你肯定是需要承担一个 无限连带责任 这块呢 你加一个路人甲进来 有了对比 你就好理解了 说如果是有限合伙人 转为普通合伙人 对他呢 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 合伙企业的债务 他是要承担一个 无限连带责任的 好 那场景转化一下 如果说咱们本身 是一个普通合伙人 我呢 因故 转为一个有限合伙人 那作为我普通合伙人期间 我们合伙企业的债务 我需不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那你想在此转变之前 您本来就是一个普通合伙人的身份 那因此呢 你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 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 你肯定也需要承担一个 无限连带责任吧 所以这块呢 你在理解的记住之上 直接记住这个结论 不管是普通合伙人 转有限合伙人 还是有限合伙人 转普通合伙人 我们的结论就是 转变之前 无限连带 我们通通需要承担的是 无限连带责任 好 那讲到这儿呢 就给大家 把我们合伙企业这块 相应的一个知识点 给介绍完毕了 那其实呢 可能这样光讲知识点 大家还是会觉得 相对来讲 比较抽象一些 因此呢 我在这儿给大家呢 举两个例题 让大家呢 能够更好的去感受一下 在我们综合阶段 对于合伙企业法的考察 其实呢 它的这个考察相对来说 会比较难一些 我们逐渐来看 首先先来看 18年的这个题 18年的这个题呢 相对于21年的这个题 18年的这个题 已经算是简单的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说呢 是森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呢 简称森旺或者是公司 它呢 是我们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的一个公司 好 那因此明确 说这个森旺股份有限公司 它其实就是一个 上市公司的 这样一个身份 好 那它呢 准备于投资于 现代化农业领域的 西果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呢 简称为西果 好 那这个西果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有限公司 那在这里边呢 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 去设立一个产业并购基金 那初步呢 就设计了 以下三个合作方案 好 那我们首先 先来看一下这个方案一 方案一呢 它说的是 这个基金的规模是5亿元 我们的这个森旺作为普通合伙人 好 那在这儿 其实你读到这里就可以停下来 因为我们之前和大家谈到过 说这个森旺本身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那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谈到过 说有几类特殊的主体 也就是国独 国企 上市公司 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他们是不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的 所以说当你读到说这个森旺 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 那你就知道这个方案彻底凉凉 肯定是起根上就是不合规的 好那因此呢 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它其他的一些内容 说森旺呢 作为普通合伙人 出资2500万元 占比5% 西果呢 作为有限合伙人 出资2亿元 占比呢40% 剩余的资金呢 向其他的一些投资人 也就是有限合伙人 来进行募集 那这个方案一里面 由于呢出现了上市公司 成为一个普通合伙人 因此这个方案肯定是不合规的 好接下来再看方案二 方案二的基金规模呢 是5亿元 其中呢森旺是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人 那看起来上市公司 我们作为有限合伙人 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然后呢 是以折合5000万元的服务 来进行出资 占比10% 好那你看到这 是不是又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有限合伙人啊 有限合伙人 可不可以以劳务来进行出资 注意不可以 所以说这块这个方案二 你读到这儿 又凉凉了 那在这块呢 简单的看一下 它后边是如何表述的 它说呢 是以这个西果 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 西果呢 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有限公司 那它呢 作为普通合伙人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块呢 出资1亿元 占比20% 剩余的资金呢 向其他的投资人 来进行一个募集 好 因此这个方案二 也是有问题的 好那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方案三 它说呢 森旺和西果各自呢 出资4000万元 成立一个呢 森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好那这块呢 其实说的是这个上市公司 和我们这个西果 首先呢 他们去出资 设立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然后呢 以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 去发起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好那这块 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普通合伙人 注意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呢 我们强调说 不能够成为普通合伙人的 就只有那几类特殊的主体 国独 国企 上市公司 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那因此呢 你能够看到 说一个普通的有限公司 这块呢 成为普通合伙人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因此呢 是以它 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 来呢 发起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整个基金的规模呢 是5亿元 其中呢 这个森西基金 管理公司 也就这个普通合伙人呢 出资是8000万元 剩余的资金呢 向其他的一个投资人 也就是有限合伙人 来进行募集 那看起来 这个方案三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应该呢 是一个合规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说这个森旺和西果 所商定的合伙协议的 主要条款 债录如下 好 那这个呢 其实就非常像 实物中的一个情形了 就是拿给你一个合伙协议 然后呢 要求你去看一下 这里边究竟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时候呢 客户发来相应的文件 我们呢 就必须充分的调动自己的一个所学 然后对它呢 来进行一个分析 好 我们看看这道题的要求 它的要求呢 就是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首先呢 主项判断 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三个方案 以及呢 我们这个合伙协议条款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如果呢 不合规 简要说明理由 那我们前边呢 其实是已经对这个并购基金的三个方案 进行了一个判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 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它说呢 普通合伙人 担任的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好 那在这里边 确实呢 我们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企业而言 确实应该是普通合伙人 来担任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这句话说的没问题 然后呢 每年按照所管理资金的一个1% 去收取一个管理费 好 那这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作为执行事务的一个普通的合伙人 我是可以呢 在合伙协议中 约定我提取报酬 以及呢 报酬的一个提取方式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块是OK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说如果呢 因为自己的一个过错 造成了合伙企业的一个财产损失 也就是如果在执行合伙事务的过程中 由于过错 给合伙企业造成财产损失 应该呢 向合伙企业 或者是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 那有过错造成损失 当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呢 这第一个条款看起来 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那我们呢 接下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他说的是有限合伙人 可以呢 参与并购计划的一个拟定 那大家想本身 我们现在成立的这个基金 它是什么基金啊 其实就是一个产业基金 那在这块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设立一个产业并购基金 结果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人 我去参与到并购计划的理定 这相当于是什么 你是不是就是在参与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企业的事务的执行了 所以说这块呢 对于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一定呢 对于这个有限合伙人 我们是不执行 不代表 你不能执行合伙事务 不能对下去代表合伙企业 那这块你参与并购计划的一个拟定 这其实已经是在执行合伙事务 所以这本身其实就是不合规的 那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你不能够去参与并购计划的一个拟定 好 另外他还能够独立去选择承办有限合伙企业 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那这块是不是也有问题 我反复给大家强调 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人 我们可以做的只能是参与选择 你不能是独立选择 所以你看到没有 命题老师考的其实非常的细腻 而且呢 他确实很多点考察的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隐蔽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不仅仅会考察你关于法律试用 他也会考察你关于事实的认定 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里边 你能不能够敏锐的发现 说参与并购计划的拟定这件事本身 其实是在执行合伙事务 这个其实不是涉及到任何一个法律试用的问题 他这块难是难在说 关于这个事实你如何认定 你如何界定它 好那这个呢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三点 他说呢 有限合伙人 向合伙人以外的投资者 去转让其在我们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那这块呢 应该能够看出来 是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一个对外转让 那我们这块呢 应该是提前通知其他合伙人 并且呢 得到其他合伙人的同意 那这时候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好那其实呢 按照我们刚才的一个讲解 说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人 我们其实是可以按照我们合伙协议的一个约定 对外呢 去转让自己的财产份额 但是呢 应该提前30日通知 然后这时候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合伙协议拟定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对你提出来一个更高的要求 就是说你除了提前30日通知 我还需要得到其他合伙人的同意 我们在约定合伙协议条款的时候 可不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 注意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自制的一个空间在的 你可以去约定一个更高要求 所以说这块 你约定说除了要通知 还要征得其他合伙人同意 这个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这块 这个命题老师考的 其实是非常陡峭的一个角度 它是非常烧脑的 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再看第四点 说普通合伙人呢 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好 那这个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继续来看 说有限合伙人呢 以其任缴的出资额为限 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好那读到这里应该都是正确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接下来再看 说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 那这时候呢 如果说涉及到一个转变 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的结论 说转变之前 无限连带 因此呢 他说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 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 以其任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那这块是不是就错了 那对于你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人期间 我们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 你是需要去承担一个无限连带责任的 好 因此呢 这个问题出现在这儿 好那接下来再看第五点 说合伙企业我们期限界嘛 在进行清算的时候 合伙企业的财产 在支付清算费用后的清偿顺序是 我们去缴纳所欠的一个税款 支付合伙企业的职工工资 社保和法定补偿金 以及那清偿债务 好那这块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我们的清偿顺序 首先第一位是支付清算费用 第二位的就是应该来支付 我们的职工工资 社会保险和法定补偿金 再然后才是去缴纳所欠的一个税款 再然后是清偿债务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费用的一个清偿顺序问题 也是有问题的 好那在这块能够看出来 命题老师的一个考察呢 确实是非常全面的 那请大家呢注意一下 好我们带着大家呢 简单的来看一下这道题的答案 好首先呢 是关于这个设立方案的一个 合规性的判断 那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不合规的 因为这块呢 它是把商事公司 作为了一个普通合伙人 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好那第二呢 就是说也不合规 那这第二个不合规呢 虽然是说你把商事公司 放在了一个有限合伙人的一个身份上 但是呢你忘记了 说有限合伙人 是不得以劳务来进行出资的 这块呢 咱们是存在着一个劳务出资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方案二 也是不合规的 那这个方案三是 总体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关于合伙协议的一个条款 那这个条款一是合规的 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好接下来第二个不合规之处呢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呢 我们去参与并购计划的一个拟定 这其实在性质上是属于执行合伙事务 但是呢 对于有限合伙人 我们是不执行 不代表 因此呢 这块是第一个不合规之处 好第二个不合规之处是在于 有限合伙人 我只能参与选择 承办有限合伙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我不能够独立的选择 好因此呢 这第二点 它是有两处不合规之处 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命题老师考察的角度 真的是又陡峭又细意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合规的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我们有限合伙人 对外去转让自己财产份额的那个观点 好接下来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呢 是涉及到身份性质的一个转变 那我们都说了 在转变之前应该是无限连带 因此如果是有限合伙人 转变为普通合伙人 对你呢 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人期间 我们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 我们是要去承担一个无限连带责任的 所以说呢 这块是这个点不合规 好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清算费用的一个清偿顺序的问题 那首先呢 第一位的还是这个清算费用 那第二呢 才是我们的合伙企业的职工工资 社保和法定补偿金 再之后才是缴纳所欠的税款 再然后呢 才是清偿债务 所以这块这个顺序 请大家呢 稍微去有针对性的来记忆一下 好那这个题呢 其实就是18年的那道题 不知道大家呢 感觉如何 那其实呢 这个题在我们职业能力综合测试历史上 这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来举一个2021年的真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题呢 确实是出的 相当的有水平 那这块确实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注鞋 那这个题呢 由于它真的出的特别的好 所以呢 我就特别想在我们经讲班的时候 在讲课的时候 给大家呢 当成立题 先来带着大家好好的去分析一下 好那在这里 我们呢就闲话少叙 直接来进入正题 他说呢 经过讨论 A有限责任公司 那现在呢 简称A公司 或者是公司 就决定呢 采用先参后控的方式 来实施一个并购 那这时候 并且由公司的法务部 就设立一个并购基金 我们呢 草拟了相应的一个合伙协议 那这时候呢 公司法务部提出的一个 设立并购基金的主要思路如下 好那在这里呢 我们逐一的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就是呢 我们设立A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那在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有限合伙 那在这里边呢 以下简称这个产业基金 或者是基金 那我们的基金规模呢 是1亿元人民币 然后呢 我们设立A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是把它作为基金的一个 普通合伙人 并且呢 担任管理人 好那这块呢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A合伙企业呢 我们保证 在基金募集资金前 已经呢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登记成为一个 私募基金的管理人 同时呢 基金仅仅接纳 一名普通合伙人 也就是A合伙企业 好那这块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块呢 我们作为一个 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呢 设立一名普通合伙人 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我们应该 各自至少保证 至少具有一个就可以了 因此呢 我们有仅仅 唯一的一名普通合伙人 这块呢 是不会存在着不妥之处的 好 接下来再看第二点 说A合伙企业呢 按照以后年度 基金管理费 折合呢 出资人民币200万元 好 那在这块 基金呢 在存需期间 就不再向A合伙企业 支付任何的一个管理费 那其余的资金呢 我们向其他的 有限合伙人 来进行募集 那我们其他有限合伙人 在健康产业 有相关经验 或者是呢 你以其资源 帮助我们基金 顺利实现收购的话 这时候呢 可以选择 以你收购过程中 投入的劳务 来进行处资 好 那这时候 其实你看起来 好像这个命题老师 编的确实是天花烂坠 但是呢 你拨开这个 天花烂坠的外表 你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 就是我们其他的 有限合伙人 现在有可能 他是以劳务 来进行出资的 那这个点有没有问题 这个点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呢 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 我们是不得 以劳务 来进行出资的 所以说这块呢 是有一个不妥之处 希望大家呢 来进行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他说呢 我们基金合伙协议 准备呢 去约定 我们基金的经营期限呢 是四年 好 那在这里边 在我们的一个 合伙协议当中 约定一个经营期限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可以的 而且呢 这个四年 是自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签发之日期 来进行计算 这看起来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普通合伙人 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独立去决定 是否呢 去延长这个基金的 一个存续期限 那这时候 其他合伙人呢 应该给予必要的配合 好 那这个说的是啥意思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基金的一个经营期限 它是写在哪的 它是写在合伙协议里边的 那现在我们谈到的问题是说 现在这个普通合伙人 我自己就想去决定 延长这个基金的存续期限 那换句话说 他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其实在做的就是想去修改 这个什么样 合伙协议 他想修改合伙协议中 关于这个基金的一个经营期限 好 那其实我们之前和大家谈到过 对于这个合伙协议的一个修改 我原则上是需要经过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 但是呢 我们说的是 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 但现在你看 我们现在是在干嘛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起草 我们的一个合伙协议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可不可以在合伙协议中 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 说这个唯一的一个普通合伙人 我自己就可以决定去修改 这个合伙协议中 关于经营期限的规定 可不可以 注意 完全可以 这种约定其实是法律允许的 尊重咱们的一丝自制 因此这个点其实 没有任何的不合规之处 所以说这块你就能够看到 综合阶段 它其实呢 不考常态 考变态 它考的就是 我能不能够通过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 那这时候我们现在在考你的 就是说 我在合伙协议中 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 可不可以 合不合法 那你注意 这样的一个约定是OK的 没有问题 它是合法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事项 它说呢 基金合伙协议 就准备约定 普通合伙人呢 享有对于基金事务的一个执行权 可以呢 独立对外呢 去代表基金 开展经营活动 好 那这块 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企业而言 确实应该呢 是由普通合伙人来执行和代表 所谓的执行和代表 指的就是执行合伙事务 对外呢 代表合伙企业 所以说这个表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那在这里边 它说呢 特殊情况下 有限合伙人经所有合伙人半数以上同意 我们也可以对外去代表这个基金 来开展经营活动 好 这块说的再添花乱坠 其实就发现有问题了吧 也就是对于这个有限合伙人 我们对他最根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 是不是不执行 不代表 因此你对内不能执行合伙事务 对外不能代表合伙企业 所以说这块 他说我可以对外代表这个基金 开展经营活动 那这个表述呢 其实就错了 好 那在接下来 再看一下第五项 他说呢 我们基金的合伙协议 准备约定了这个基金 在投资期结束之后 进行了收益的分配 那如果说呢 这个基金的回报 没有达到我们有限合伙人 出资款 按照复利计算的年回报率 7%的时候 这时候呢 收益仅仅在全部有限合伙人之间 来进行分配 好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不是意味着说 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呢 想由部分的合伙人 享有全部的一个企业利润 好 那对于这件事 是不是说原则上不可以 但是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除外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你最好反向来进行计议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的形式 来实现 由部分合伙人 享有全部的企业利润 好 那这块是不是就是 我现在正在通过 合伙协议 另行约定的方式 实现 由部分合伙人 也就是只有 全部的有限合伙人 那这时候就剔除掉了 普通合伙人 由我们的部分合伙人 享有全部的企业利润 所以说这个条款本身 有没有问题 这个条款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能够看到 其实呢 我们这个题考察的 应该说呢 还是非常深刻的 需要你对合伙企业法 有一个比较深的 一个把握才可以 那它的一方面 其实需要你对合伙企业法 有比较深的一个了解 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就是 它对于这个题目的 一个包装 其实是非常好的 显得非常的实物化 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东西 好像看起来和合伙企业法 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表述 但是呢 你必须要把它转化成为 说我们能够看得懂的 一个法言法语 对它涉及到的 一个法律的情形 来进行一个分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六点 它说呢 基于对外收购 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因此呢 我们基金的合伙协议 就约定 普通合伙人呢 没有义务 向任何合伙人 我们全部 或者是部分的返还 其实缴的一个出资额 那这块呢 也不对 我们有限合伙人的 一个投资收益 提供任何的一个保证 好 那这块的话呢 其实就是 如果说 我们的一个普通合伙人 收到了这个 有限合伙人 缴付的一个出资 那这时候 这个出资 它其实是应该作为 我们有限合伙企业的 一个财产的 所以说这块呢 我们没有义务 向你去返还 你这个实缴的一个出资 然后呢 而且不对 你的这个收益 提供任何的保证 这块的这些约定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那接下来 同时呢 因为普通合伙人 在基金回报 没有达到有限合伙人 出资款 按照复利计算的 年回报率7%的时候 我们呢 就不享有相应的一个 收益的一个分配 所以这块 我们前面也和大家 谈过这点 这点本身呢 其实是OK的 没有问题 所以呢 它就说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人 不得要求普通合伙人 对其作为或者不作为 所导致的一个基金损失负责 好 那如果执行事务的一个合伙人 在执行事务的过程中 给我们的企业 或者说呢 给其他的合伙人 造成了一定损失 那其实你是要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 好 那这块你不能说 我们不能要求你 对这个损失负责 因此呢 这第六点 其实是在最后者 出了一个问题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七点 他说呢 为了防止普通合伙人的疏于履职 那这时候呢 基金合伙协议就准备约定 由有限合伙人选举产生三位 有限合伙人代表组 来组成一个有限合伙人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可以对基金经理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好 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人 我可不可以对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这块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另外呢 他就说 并且在普通合伙人 待遇行使这个基金的事务执行权的时候 全权代理这个基金事务的决策活动 好 这个可不可以 注意这块就不可以了 也就是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人而言 你要永远记得我们的那个红线的铁律 就是不执行 不代表 这块的话呢 我们对内是不执行合伙事务 对外呢 也不能代表合伙企业 因此这块你是不可能来全权代理基金事务的决策活动 那这个决策活动非常典型的就是在执行合伙事务 所以说呢 在这里边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所以说如果是普通合伙人待遇旅行这个执行权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够全权代理基金事务的决策活动 因为这个呢 会涉嫌构成一个执行合伙事务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的 接下来呢 再看第八点 他说呢 为了充分的体现公平 未来呢 新加入的有限合伙人 对于入伙前基金的一个债务 盖部去承担责任 好 那在这里边 如果是新入伙的一个有限合伙人 对于入伙前我们合伙企业的一个债务 我们呢 应该是以自己认缴的出资为限 去承担责任 他说呢 不承担 这个肯定就错了 然后呢 对于入伙后的一个基金的债务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好 如果你入伙后 你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人 你肯定呢 是要对我们这个合伙企业的债务 以自己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因此呢 这后半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主要问题是出现在了这 就是呢 对于入伙前的这个债务 不承担责任 这个点说的是不对的 好 那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我们的要求呢 就是根据资料 请咱们呢 结合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逐向去判断 我们法务部 起草的这个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 是不是呢 符合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 如果说呢 不符合 请我们呢 简要说明理由 好的 这道题呢 其实大家之所以觉得会比较难 我个人觉得呢 可能是主要有这么几点 首先第一呢 就是大家在专业阶段 你可能更多的做的是客观题 但是这道题呢 它是以主观题的方式来给你呈现的 它是一种完全的一种案例化情形的一个呈现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你觉得难的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一旦我们牵扯到一个案例题的时候 它其实主要是分成了两个层次 一个是关于事实的认定 一个呢 是关于法律的适用 那其实法律的适用 如果说我完全直白的给你 你可能还能够判断出来 所以说呢 大家其实这道题 你会觉得它给你的这个形式太新鲜了 其实是难在这个事实认定的这个环节上 很多人读了这个案例材料 我反映不出来说 命题老师究竟想考察的是哪个点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种案例化方式呈现 所带来的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 它并不会涉及到一个法律适用 所以说这一块可能是 大家会觉得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 好 第三 大家会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说呢 这道题它在命题的时候 有一些题目 它其实考察的是一些红线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不能够以劳务来进行出资 比如说有限合伙人 我不执行不代表 这样的一些点呢 是法律上的一些红线 如果你是触碰红线 这个点大家是可以去发现的 但是呢 这块它还考了一些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之外 那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 我就是在合伙协议中 进行了相关的约定 那因此呢 我的这些约定本身 其实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比如说除我们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 我们去修改我们合伙协议 这时候应该是需要经过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那在这里边 我就可以通过约定的形式 做出一些其他不同的安排 那比如说原则上 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我不能呢 将全部的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但是呢 合伙协议另有约定除外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通过这种 另有约定 实现由部分的合伙人 想要全部的企业利润 所以它其实考的都是那个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 它考察的是这个 另有约定的情形 可能大家一下子呢 就觉得不太好 转过这个弯来 这个的考察呢 其实说实话 它的杀伤力 绝对是会比那种触碰了红线条款的一些问题 它的杀伤力会更大 因为它呢 会更隐蔽 而且呢 会更烧脑一些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 大家之所以会觉得 这道呢 看起来是一个合伙企业法的一个题目 通常大家可能觉得合伙企业法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难度中等偏下的 结果呢 就发现 这道题目一出出来 这个杀伤力果然是非常的强 所以呢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你不要小看任何的一个知识点 好 那在这块呢 我们简单的带着大家 来看一下咱们的答案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 它其实呢 是合规的 没有问题 好 那这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就出现在于说呢 有限合伙人 是不能够呢 以这个劳务来进行出资的 所以这块是有问题的 好 那第三点 其实也是合规的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再看第四点 那这个第四点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有限合伙企业 必须是有普通合伙人 来执行合伙事务 那对于这个有限合伙人 我们是不执行 不代表 好 那这第五点 也是合规的 好 那这个第六点呢 其实就是最后 说如果他作为或者不作为 去不负责任 这块肯定不行 如果说呢 咱们去执行合伙事务 给合伙企业 或者是其他合伙人 造成损失 肯定是依法 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好 那接下来再看第七点 那这个第七点呢 其实也是我们前面说的 说对于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这块呢 必须是有普通合伙人 来执行合伙事务 这块有限合伙人 是不执行 不代表 而我们这说的 全权代理基金事务的决策活动 这个本身呢 其实就属于 在执行合伙事务了 因此这个条款 是不合规的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全权去代理 基金事务的决策活动 这个呢 要被认定为 是执行合伙事务 好 那最后一点呢 也是不合规的 就是新入伙的一个 有限合伙人 对于入伙前 我们合伙企业的债务 这块呢 必须是以自己 任脚的出责为限 去承担责任 并不是呢 说完全不需要承担责任 好那其实呢 你翻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你好像觉得 好像还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咱们综合阶段 考试的一个魅力 就是说呢 你去做题的时候 往往觉得不是特别好做 但是呢 等你事后看答案的时候 好像觉得呢 好像有一点点平平无奇 但是呢 其实很多的问题 恰恰就是暴露在 你在做题中 才能够去暴露出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给大家强调 说一定要尽早的 去动手做这个历年真题 好那关于呢 这道合伙企业法的历年真题 就和大家呢 一起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